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照片 我覺得好可愛喔 有個小小的鴨嘴巴 對啊 還是旁邊的Gogoro他們會位啊 我們直接過去看就好了 好啊… 那個… 走… 你看就是這一台啊 我放個心噴巴 歡迎光臨Gogoro 小鴨嘴巴在這邊 哈囉 你好 這台是我們現在最新的Gogoro Viva Mix 那現在的話都可以搶先體驗 所以如果你們今天想要體驗看看 我們可以在外面直接體驗 好啊 現在就可以騎嗎 可以… 走吧 走 嗨 那像這一台的話啊 就是我們的Gogoro Viva Mix 那它為什麼叫Viva Mix呢 其實因為它其實混合了我們Gogoro 一二三跟過去過往的車型 非常非常多的優點 都集合在一身這樣 那像這一台的話啊 它的啟動方式 它是採用這種 非常薄的一張卡片 對 所以其實開機非常非常方便 然後你也可以結合你的手機APP 去做開關機的動作 那再來的話 其實像它Mix的安全性 那安全性的部分像它的大燈 是跟Viva的原本的設計是很像的 對 它是不是比較大一點點 對 它其實有放大一些些 而且它結合了遠燈跟近燈 去符合我們任何情境的使用這樣 再來的話 它的亮度啊 其實是等同Gogoro一系列的亮度 好像很亮 所以是非常非常亮的 對 我有發現它的那個車子 好像比較小一點 好像滿適合女生 車高比較低對不對 沒錯沒錯 你講到一個其實滿大的重點 就是這一次Gogoro Viva Mix啊 它的座高其實是非常非常適合女生 所以像女生如果 就算150公分 像兩位其實都很高 可是如果再矮 嬌小一點的女生的話 其實都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它的兩腳踏得到地板 其實就會非常有安全感 這好像很適合 像我們這種新手菜一樣 沒錯 的那種感覺 對 其實Viva Mix它這一次 針對就是整個 胡蘿大眾其實有非常非常多 食用的設計 對啊 那我想說 這樣子的這個價錢是多少啊 它還有他們其他的版本 了解 像Gogoro大家其實都會覺得說 Gogoro好像很貴 但是其實這一台Gogoro Viva Mix 它的價格也非常非常的划算 因為現在一般其實白牌機車 都六萬騎票 對 一定是以上 十萬八萬的售價 沒錯 沒錯 所以我覺得扣到補助五萬多 這個價格其實滿輕盈的 對啊 像一般的油車的女性車款的話 其實現在都要六七萬塊 對啊 沒錯 真的 那這樣等一下是不是就讓我們來 可以 可以 兩位的話等一下我們有幾個價錢 但是在上路之前 我覺得你會想是要資費 就買到Gogoro 因為你是Gogoro的車主 所以我覺得你比較了解 對啊 資費這個地方 資費的部分 資費的部分其實是Gogoro一個 蠻特別的一個機制嘛 那也很多人會想說 付資費到底會不會比較划算 可是我覺得資費其實 概念上面有點像是套餐 五百分 就是它的套餐是結合你的月租費 每天騎乘的費用 就是以前的加油費用 對 那像Gogoro還有很多好處 是像很多的城市 它的路邊停車格 是不用收停車費的 沒錯 再加上它的稅金 它是不用牌照稅燃料稅 所以它是一個套餐的概念 全部含在裡面 對 所以月租費的部分的話 我們目前有分三種集聚 有299 499 799 那還有在上面一個是 如果你是很喜歡跑山啊 然後偶爾跟朋友騎車出去 環島啊 的話 我們也有騎到飽的方案 是 那是899起跳這樣 所以 講了那麼多 手癢 很想吃 我想要騎一下 而且好可愛喔 還是我們就直接試乘啊 阿瑞在我們上路試乎之前 要進行一個神聖的儀式 放飲料 這個 你嚇回跳 我想說這個滿深的耶 這個很有用 對啊 我這個飲料人 每天出去都要拿著一杯飲料 你必須要是不是 真的放進去 而且它深度夠 我覺得超讚 而且我發現裡面 竟然還隱藏了一個USB的充電耶 隨時隨地 手機就可以充電 真的 手機不離身的 可以耶 還好嗎 你左邊 獅子伸出來 那邊有個按鍵 要跳舞嗎 按下去 那是倒車鍵 對 壓下去 真的耶 它會自己 它有一個動力幫你倒車 就可以很優雅地移動 不錯吧 覺得輕鬆 真的在都會地區 非常實用的一個功能 可以耶 走啦 我們去試駕啦 好喔 其實這一次 Gogoro Viva Mix 它是在景規版本 配置這種 Gaix和行為的皮帶 這個設定 我個人是滿喜歡的 因為就準車主來說 就是Gogoro車主來說 我覺得皮帶設定 它不只在起步動力加速 這樣線性的不同直接之外 在後續保養維護上 皮帶的保養周期更長了 讓我們車主可以不用 花更多的心力去維護 這個在實用上也是不錯 而且這一次我試騎 Gogoro Viva Mix 我對於它的高速速進性的表現 其實滿驚豔的 不只是因為它這個皮帶設定 而且它搭配了G2.2L的 這個鋁合金全能有一次那搭 然後搭配它的螺旋尺設計 其實在高速的速進性下 我現在時速已經拉到60幾 這種感受非常直接 而且它高速的這個聲音 就是降低不少 因為我覺得我們騎電動車 你會更在意是它的這種 速進性未來感科技感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在Gogoro Viva Mix上面 是有做到的 然後由這次Gogoro Viva Mix 它搭配的是10吋的胎 10吋的胎其實算在台灣 算是大宗 所以如果你在後續要換胎 更換的選擇上 其實也有更多的選擇更彈性 到了 來換電吧 Iris你有換過Gogoro的電嗎 其實我沒有耶 可是我覺得身在這個都市裡面 我有發現路上非常多這個換電站 對啊 因為我自己是2017年Gogoro 2 Plus車主 不過從2017年來看 就是我覺得換電站的數量 有明顯的提升 真的喔 就這樣換就好了嗎 對啊 這麼簡單 然後它會跳出你的資訊 這樣就好啦 其實速度快的話 是10秒以內就可以成功換電 超迅速的耶 我覺得這電池交換 真的太棒了 而且我剛剛說我覺得 以現任車主的油感體驗 我覺得電池交換站 油感提升之外 真的在台北地區或是都會地區 每個可能三百公尺八百公尺 就一個換電站 其實是非常方便 一般的換電站 跟這種超級的充電站 有什麼差別啊 你可以看到在電池的數量 就不一樣 而且超級換電站啊 它這邊就是你不用怕 換到沒有電的電池 隨時都是滿格電 然後讓我們有很好的里程 這樣出發 是喔 對 好 換完電之後我覺得我們 好像可以再出發了喔 走啦 再往下一個目的地出發 哇 哇 這一台GoGoro Viva Mix 首先呢 我覺得就是 它在我一開始在乘坐的時候 我會覺得它的車高 其實四點五公分 很適合像我們這樣子 比較嬌小的身材啊 或者是新手駕駛都會比較緊 我發現呢 我可以呢 輕易地踏到地板上 這真的是讓我覺得就是 太安心了 行駛起來呢 其實呢 它的車身配比呢 是非常非常的完美的 然後讓你覺得它的起步呢 也是相當的輕快的 再來呢 它也有一個我覺得算是很完美的配重 因為其實我開車也是喜歡呢 這個五十五十筆的一個車重 過彎的時候呢 你都會感覺到是相當的穩定的 然後我覺得騎起來 比較不會有像其他有一些電動車 我會覺得有一種爆衝的感覺 因為其實我本身呢 就是沒有什麼在騎摩托車的經驗 所以我會覺得它騎起來呢 加速的感覺是相當的線性 以及順暢 它有一個SBS的同步煞車動作 它會讓你前輪跟後輪呢 以一個四十比六十的煞車配比 來做一個緊急煞停的動作 像我現在這樣子煞起來 我就會覺得相當的順暢 然後它不會讓我覺得有一種 就是突然擊煞 又很緊張的一種感覺 海莉我真的覺得騎狗狗囉 是一種態度 妳有沒有這麼覺得 是一種潮流的態度 對 重點是它外觀又這麼好看 我整個覺得就是 好像有點搭的感覺 我們少女感 是不是 而且我覺得不只它的外觀 它在騎乘上 應該滿符合我們兩個這個 皮內有點熱心的這個少女 它的加速的那個順暢線性感 然後那速度上來的那個感覺 我都覺得我不想停 尤其紅燈轉綠燈的那個瞬間 出去 對 海放旁邊的人 那種感覺其實是 滿舒服的 妳也滿喜歡這種速度感對不對 而且不只是騎乘啊或外觀 我就在實用上 以Gogoro車主的角度來跟你講 我在台北市的市區電動車停 路邊停車格 還不用停車費 小資族的最愛耶 做點電動車也不用燃料碎 是不是 我都沒有想到 這樣子的加一加減一減 這樣子我們可以買很多的化妝品 對不對 省一波 真的 你們知道最近有那個韓國 韓氣的化妝品 那個牌子 剛才我們在外景看到 海莉還有Iris呢 騎著這台Gogoro Viva Mix 真的是城市裡面 最重要的兩顆星星啊 所以呢 其實Gogoro呢 在這個市場上面啊 他一推出這個Gogoro Viva Mix 成功的引起了消費者的關注 也有人說Gogoro 他就是兩輪界的特斯拉 那電動車當然是未來的趨勢 這是不真的事實嘛 而且我們也看到 不論是汽車或者是機車 越來越多人喜歡這種電動的一個 啟動的方式 那我們來看看呢 到底在全球的汽車市場裡面 因為銷售成績非常的快速成長 二零二零年賣最好的電動車 有哪一些車款呢 大維哥帶著我們來看看 是這個講到電動車 他已經是未來的市場大勢 以我們過去二零二零年來看 整個全球的電動車市場 總共賣了兩百四十萬輛 比二零一九年的兩百輛 多了四十萬輛 但是有人說在今年二零二一年啊 這個市場將會上看三百四十萬輛 也就是要多一百萬輛出來 也就是說有更多的車廠 進入到這個電動車這個急劇 然後這電動車就像剛剛冠儀講的 目前在市場上引領這個電動車的 就是特斯拉嘛 那特斯拉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車型 那就是Model 3 對 Model 3帶動了他整個一個特斯拉的一個銷售 Model 3 Tesla去年賣了五十萬輛 但是特斯拉的Model 3 就佔了三十六萬 他目前也是這個市場上賣的最好的 第一名車型 然後程如剛剛冠儀所講的 市場上要有一個冠軍車型 要有一個亮眼的一個 Eye Catch的一個車型出來 這是很重要 這才能帶動市場 就像你剛剛講的 Gogoro的Vivamax 對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電動車 電動車像這個Model 3 這是一款車型 那你看其他的這個車型 我們過去看電動車能夠數得出來 Nissan的Leaf Reno的Zoy之類的 可是現在不敢講了 我們光看過去二零二一年 車型好多了 包括中國大陸也有這種車型 包括福斯也有IV3出來等等 而且大家都說 我們未來在二零二三年或二零二五年 都要全電動化之類的 因此電動車將是未來大勝 而且現在就在這進行中 而說到國內 國內也是一個情形 就怎麼說呢 電動車我們在電動車起步比較慢 但是在電動機車部分 反而比較快 我們就像Gogoro這部分 他帶動了這整個一個市場 賣了也差不多 將近整個聯盟算起來 有三十七萬輛了 這樣讓我看電動車在國內 也不過一萬輛 還不到一萬輛 但是特斯拉也佔六千輛 這樣子 你就可以看出來 Gogoro在這個電動車市場裡面 機車市場裡面 他是等於說是機車界的這種特斯拉 那我們再看下去 國內在未來 你政府一定要有更廣大的視野 更宏觀的視野 來推動整個電動車 我在這裡不只是說電動的汽車 電動汽車都是如此 你假如政策不明朗 或者政策有時候朝三暮四 朝興令改的話 你都會造成一個 一個怎麼環保能源 或者是一個產業的發展 再次回到我們 好了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